1999年9月7日,凌晨2点 浙江省仙居县白塔镇的一对夫妇 在卧室熟睡时被残忍地杀害了 男死者叫蒋龙华,37岁 女死者叫张亚芬,只有31岁 夫妇二人在当地开了一家塑料制品厂 专门用来给汽车厂家做陪价的 经过多年的打拼 他们三口之家的生活条件还算是可以的 家里的房子是由一栋五层楼,一栋二层楼和一排平房组成的 占地面积达到了上千平方米 在当地那可是首屈一指的豪华院落 周围人家也都十分地羡慕 但这个美满的家庭在当天的凌晨惨遭毒手 父母被残忍地杀害后 两名死者九岁的儿子小灰被惊醒了 小灰并没有看到父母遇害的过程 醒来时就瞧见了他们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据小灰回忆,他看见了两个蒙面的男子 凶手在看到小灰醒来之后 就用电线将他给绑了起来 然后用胶带蒙住了他的脸 并拿着破布将他的嘴给堵住了 凶手在犯下案件之后去逃跑了 这一逃就是十四年的时间 十四年后 小灰也早已离开了那个令他伤心不已的院落 在外地上大学 谁也想不到 也是在十四年后 警方凭着一枚烟蒂 成功抓到了当年逃逸的罪犯 那么时隔十四年 这两名罪犯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警方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才能成功地捕获到了真凶呢 时间回溯到1999年的9月7日 凶手在匆忙离开之后 只留下了年幼的小灰在案发现场 因为颜纪太小 他一个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等到天亮之后 小灰就自己挣脱了束缚 慌忙地逃到了外婆家 去寻求帮助 小灰一边跑一边地哭喊 外婆快到我家去看看 快去看看吧 听到外乡的哭喊声 年迈的老人连忙就问道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灰被吓坏了 只是哭喊着 因为受到了太大的刺激 他没有办法清楚地向外婆 解释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人还以为是女儿和女婿 二人发生了口诀吵架了 心里还未觉得发生了什么大事 老人带着外孙来到了女儿家 走进卧室一看 这可把老人给吓坏了 卧室床上沾满了血迹 夫妻二人就躺在血泊中 画面触目惊心 老人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不久之后 浙江省先驱县官局 就派遣了办案人员 来到了案发现场 办案多年 见过许多案发现场的法医都认为 这对夫妇被查的场面是非常的血性 可见凶手的手段残忍至极 经侦查 警方发现两名死者的脚底非常的干净 死者二人身上 也没有因拼命抵抗而产生的伤痕 可断掉 二人是在熟睡之中被杀害的 他们的死亡原因 主要是因为进步动脉破裂 所造成的失血性休克死亡 警方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 发现了一根带血的木棍 之后又在屋外的草丛之中 发现了两把匕首 经鉴定 带血的木棍以及两把匕首 就是杀害蒋荣华夫妇的凶器 一般来说 案犯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 只会倾向于使用一种作案工具 所以警方推断 实施犯罪行为的至少是两个人 而且根据小灰的陈述 警方在现场的地面上 果然发现了两个外人的脚印 随后 警方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们在现场客厅的花岗岩边 又找到了两个犯罪嫌疑人 所留下来的脚印 而从这两个脚印的文献 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 都是没有穿鞋子的 在案发现场的前面有一条马路 这条马路是一条省级的干线公路 这条省道是非常重要的 是内陆多个省份前往浙江沿海地区的一条必经之路 车多人杂的情况 是案发现场周围的治安问题成了一个隐患 而且案发之后这附近才开通了高速 这周围的环境才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这无疑就增大了警方的勘察难度 警方根据现场的勘验进而推测 两名凶手应该是在马路边 顺着依靠案发现场的一个围墙 走了接近50米的距离 才来到了被害人蒋荣华夫妇 家里楼梯拐角了一个平台处 在这里 凶手沿着这个楼梯下来 就可以进到院子里边 而蒋荣华夫妇就在这栋楼的二楼居住 可知凶手可能就是从院子顺着楼梯 来到了二层蒋荣华夫妇的卧室里边 然后残忍地杀害了二人 警方随后发现在蒋荣华夫妇家的对面 有一个正在修建的房子 在这栋楼房的二层处 警方又找到了两名犯怼嫌疑人 留在此处的稻草 从这个地方往外看 能够清楚地观察到蒋荣华夫妇二人的卧室 警方合理怀疑 他们在作案之前就在此地 逗留过一段时间 在修建的房子周围 警方又搜到了一个仪器的头罩 还有两双白色的粗线手套 鉴定过后确定 这就是凶手所遗留的 警方根据这一系列的线索 得知两名凶手并不是一般的犯罪分子 他们的作案手法是非常娴熟的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 首先 他们知道在作案之前先观察动架 然后再翻枪入室 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 为了隐藏身份 利用了白手套 这些好似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却真实地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中 表现在蒋荣华夫妇被害一案中 而凶手的动机也非常明显 刊图钱财 蒋荣华夫妇家里被翻找的七零八落 所有之前的财物都被偷走了 这件案子从表面上看 是一件入室抢劫的案子 但是随着警方对现场仔细勘察 却发现了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奇怪现象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地勘察 并对此案件进行了反复地分析 从中发现了很多的疑点 首先是关于凶手 是如何进入到蒋荣华夫妇的卧室内 实施犯罪行为的 蒋荣华夫妇的卧室是在二层 两名凶手若要是偷偷地从院子里 潜进到二层的话 一共需要经过三道门 第一道门是位于二层走廊上的一道伸缩门 第二道是在客厅处的一道木门 最后一道就是凶杀现场 即蒋荣华夫妇的卧室门 探查现场时 警方并未发现有凶手攀爬的痕迹 而且楼房的窗户也都是完好的 所以分析下来以后 警方就认为凶手是开门进入的卧室 据调查 蒋荣华夫妇的卧室门有时候是不锁的 但是伸缩门和客厅处的木门 是一定会锁上的 但这三道门都完好无损 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 这就令警方升起了一心 因为是没有钥匙 那这两名凶手 是如何进入卧室的呢 第二的令警方生疑的点 是关于凶手戴着头罩的问题 小灰曾反映过 两名凶手在犯罪的时候 是戴着头罩的 而这个头罩 也并不是凶手之前特意制作好的 是他们在现场 用受害人蒋荣华的一个T恤制作的 警方在院子里的地面上 也找到了凶手 因制作头罩所剪下来的布料 如果凶手与被害人素不相识 再加上当时蒋荣华夫妇 家里及附近也没有监控设备 凶手在杀完人 拿走钱财后 完全可以直接逃离现场 流窜外地 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杀人抢劫 而临时制作一个面罩 警方在心里 对他们这一做法的目的 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最后一个警方生疑的点是 作为抢劫杀人案 此案件的凶杀过程与目的 却是不太吻合的 因为蒋荣华夫妇 是在凌晨熟睡的状态之下 受到袭击的 一般来说 犯罪嫌疑人在进入室内 抢劫的时候 主要的目的就是屠材的 他们在不到万不得已之时 是不会想着要取人性命的 而且以当时蒋荣华夫妇熟睡的状态 并不会对凶手造成威胁 他们为何要下手那么狠 直接连人的性命都不放过呢 这三个疑点 令警方百思不得其解 警方认为 如果用入室抢劫杀人案来定义的话 很难将这些疑点解释清楚 但如果将两名凶手的作案动机 换成是报复性杀人的话 那么这三个疑点 就能够解释得很清楚了 凶手实施报复性杀人 一般来说都是由熟人作案的 这样的身份能够使他们有机会 去配备二楼门的钥匙 这样的话 在不破坏大门的情况之下 就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案发现场了 而凶手若是作为熟人 他们的面容是不能被认出来的 所以只能戴上头罩 掩饰身份 因为熟人的作案动机 是要人命的报复性杀人 纵使蒋荣华夫妇熟睡之中 没有对凶手造成威胁 却依然会被残忍地杀害 那么屠材也可能只是在凶手达到目的之后 顺手而为的 警方不能排除这切案件是熟人作案的报复性杀人 而杀人的可能性有两点 一是仇傻 另一种是情傻 围绕着这两种可能性 警方展开了调查 据蒋荣华的妹妹所反映的情况 哥哥嫂子的感情一向都很好 从未在感情上有过任何的争执 蒋荣华其他家人的说法也都是一致的 蒋荣华并不是一个花心会做乱七八糟事情的人 蒋荣华和妻子张亚芬结婚多年都非常的恩爱 因为妻子年纪小的缘故 蒋荣华对她是十分疼爱的 因此感情浓厚的二人 是不可能因为感情问题而遭到报复性的杀害 深入调查后警方也确实发现 蒋荣华夫妇二人在感情上边 不存在任何的问题 警方随即又调查起了与蒋荣华夫妇有矛盾的人 排查过后发现了两名协议人 一位是蒋荣华夫妇的一个亲戚 因为家庭的一些原因 这位亲戚和蒋荣华夫妇二人一直是不合的 而另一名是蒋荣华夫妇厂里 前几天刚因故被辞退的员工 那名员工也一直对夫妇二人有些不满 但对二人仔细调查后 警方发现二人并不具备能够作案的时间等条件 很快就将二人的嫌疑给排除掉了 这且案件疑点重重 警方将他归为了入室抢劫案 却不明白为何犯罪嫌疑人 要在蒋荣华夫妇熟睡的状态下杀人 如果将他归为报复性杀人的话 根据调查的结果 又没有发现死者在情仇两方面有任何的仇人 闲区向官局的上级单位浙江省官厅和台州市官局 也对这起案件非常的重视 并派人加入到了调查队伍之中 并为此专门组成了一个近百人的专组进行调查 因为案件的相互矛盾和疑点太多 警方索性也不在案件的性质上纠结了 而是直接将目标对准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上 专组根据犯案现场凶手所留下的两双脚印 大致可以判断出犯罪嫌疑人都是年轻人 年龄大约在20到30岁之间 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高大约是在1米6到1米67之间 身材微旁 而另一名嫌疑人身高在1米7左右 体态略瘦 根据被害人蒋荣华夫妇儿子小辉的反应 在父母被害的那天晚上 他听着两名凶手之间的谈话 说的不是仙居方言 是带有外地口音的普通话 由此推测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是外地人 之后警方还找到了一个目击证人 是家里案发现场只有五六百米的一位当地村民 据老人回忆 在案发当天的早晨四点钟左右 他在散步的时候 看见了马路边有两个陌生的年轻人 一蹲一站地在那里抽烟 但因为天黑的缘故 两名年轻人的长相并没有看得太清楚 可以证实老人说辞是真的 因为事后警方在老人所说的 两名男子抽烟的地方 找到了凶器 那两把匕首 警方推测 这两名在路边抽烟的年轻人 应该就是凶手了 在犯下案件之后的两个小势力 依然在附近逗留 这完全不像是本地人的做法 本地人害怕被周围来往的人认出来 一般都会快速地逃离案发现场 警方根据目前掌握到的线索 开始大范围的排查工作 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在先驱有工作 或者是最近来到先驱的外地人 另一个是将两名嫌疑人的关键信息 打印成协查通报 将其发送给沿途过往的司机 以及省市官机关手中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艰苦排查 排查的人数也达到了五万多人 但令人遗憾的是 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嫌疑人的怂紧 不久之后 富哥对案发现场物品进行分析的 技术人员发现了一个关键信息 原来是警方在案发现场 院子围墙东侧的一个水槽之内 发现了丢失的刀鞘 这个刀鞘是自制的 外边紧紧地用胶带纸缠着 打开套壳后 技术人员在胶带纸上 发现了凶手右手实质的指纹 警方推测 这很有可能是凶手在 陈胶带的时候所留下来的 想到两名劣迹斑斑的凶手 可能曾经犯效果案件留有前科 警方或许留存过他们的指纹 警方立刻将指纹带了回去 接下来 只要警方将被发现的指纹 与凶手留存的指纹给比对上 凶手的身份自然就会真相打白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真相 而是警方又要面临的一个难题 案件发生在1999年 那时我国还尚未有一个统一的 全国性的违法犯罪人员指纹数据库 指纹的保存大都在基层的 县市公安局里 而全国的县市公安局 大约有2000多个 想要找出凶手指纹的下落 无异于是大海捞针一样 不像是现在 那时的指纹比对工作 还不是电子自动化的 所以警方的指纹比对工作 全靠人工来完成的 面对一个县级公安机关 有着上万人的指纹 警方所要做的是一个工作量巨大的工程 虽然很艰难 但警方不能轻易放弃 因为这是侦破此案的关键线索 在两年的时间里 有十几组侦察人员 比对了近百家的指纹库 但得到的结果 都让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指纹比对 迟迟得不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之下 官部物证鉴定中心 此时又掌握了一个新的基础 他们可以根据现场 犯罪嫌疑人留下来的物证 从而采集到有关嫌疑人 人体的DNA数据 警方立即想到 曾在案发现场的电视机下边 搜集到了嫌疑人 所留下来的烟蒂 于是立即将这个物证 送到了北京官部物证鉴定中心 最终得到了 关于两名凶手的DNA信息 当时全国性的人体DNA数据库 还未曾建立 所以专案组的任员 还不能够通过人体DNA信息 锁定凶手的身份 虽未找到凶手 但专组人员依然实时地 关注着这个案子 一旦有发生类似的案件 警方就拿着授集到的指纹 DNA信息去比对 警方相信 凶手一定会再次犯案 露出破绽 而他们终究会找到凶手的下落 将其缉拿归案 2013年4月7日 当年负责这个案件的 刑侦大队队长吴忠强 拿到了来自上层关机关的一份传真 他们终于等到了 众人期盼了14年的消息 这份传真上说 当年那两名凶手 其中一名凶手的DNA信息 与来自四川省江安县 参与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 给比对上了 确定是同一人 案件终于有了新的曙光 专案组人员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他们抓捡了一切时间 立即开始行动 迅速组织力量赶往江安县 等到达现场之后 专组人员发现 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嫌疑人在14年后所犯写的案件 仅仅是一期普通的盗窃案 所以相关警方 只能在现场获取了一些物证 其他更有利的线索 并未获取 这期普通盗窃案 发生在两个月之前 是一个办公室的保险柜被撬开了 犯罪嫌疑人戴了面罩 戴了手套 并且还在现场 清理了一切有可能的物证 警方的取证工作显得尤为艰难 但警方还是排除了万难 终于在现场 提取到了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 并将其上传到老官部的DNA数据库 这台与在先驱犯下命案的一名凶手 给成功地比对上了 得到这一信息的两替警方 决定组成联合侦查组 首先要侦破的 就是凶手在四传所犯下的盗窃案 由于凶手是惯犯 联合调查组一致认为 其中一定在京安周边的县市 也犯效过罪行 经过调查 在半年多以来 各地果真连续发生了多且类似的案件 联合侦破组 调查到了其中的两起案件 还拍下了盗窃者的影像信息 显而易见 这是两名警惕心很强的 蒙面男子所实施的盗窃案 经调查 在其中的一起盗窃案中 盗窃者偷走了一部手机 调查后联合侦查组发现这部手机 被一个叫吕鹏飞的人使用过 吕鹏飞的个人信息显示 他是四川江安县江安镇人 仔细比对盗窃者 被监控拍下的影像信息 联合侦查组发现 其中一名盗窃者 在身高和体态上 都与吕鹏飞十分接近 联合侦查组又调查了吕鹏飞的履历 发现吕鹏飞犯现了多起盗窃 伙同他人在2000年5月到2003年的4月间 于浙江、荣游、京华、杭州等地 犯下了一系列的保险柜道前 之后被判处入狱 直到2011年才出狱回到了老家江安 联合侦查组推断 在蒋荣华夫妇被害的1999年9月期间 吕鹏飞很可能就在浙江 因为他具备了作案的时间和条件 于1974年出生的吕鹏飞 在1999年的时候正好是25岁 这与14年前先驱县警方 根据现场的脚文所推断的犯罪嫌疑人的年龄 在20到30岁之间的结论是相吻合的 联合侦查组多方打听 终于在吕鹏飞的遗亦 终于在吕鹏飞的一个朋友家中找到了他 吕鹏飞被逮捕之后 对于自己最近犯下的一系列搞调 也很痛快地就承认了 并供出了与自己一同犯案的同伙 一名叫杨洁的男子 经过DNA的比对 吕鹏飞就是在14年前犯下凶杀案的 其中一名凶手 但是心存侥幸的他 还不肯承认自己犯下的杀人案 警方询问吕鹏飞 是否到过浙江先驱 吕鹏飞却表示自己曾经路过过 眼见吕鹏飞坚决不松口 警方就将目标锁定在了 另一名凶手身上 警方将吕鹏飞所供出的 与他一起参与盗窃的杨洁给逮捕了 但杨洁是一名90后 在14年前 他甚至还不到10岁 所以杨洁不是犯下凶杀案的 另一名凶手 警方又在吕鹏飞的资料之中 发现他在浙江犯下盗窃案的时候 有一名叫刘峰的同伙 这个人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1971年出生的刘峰 在14年前正好是28岁 年龄对得上 经查 刘峰此时因犯下系列盗窃案 被判处了18年的有期徒刑 于是联合侦察组 与他所服刑的监狱取得了联系 并对刘峰进行了提审 刘峰很快就承认了14年前 与吕鹏飞一起犯下的那起凶杀案 这两名凶手终于成功找到了 而吕鹏飞也自知是逃不掉了 就跟刘峰一起 供述了当年的作案经过 在二人的供认之下 警方得知了当年的事件真相 原来当年在杀害蒋龙华夫妇之前 二人就一直在浙江一带 以专门盗窃单位的保险柜 谋取钱财 在秀案发生的前一天 二人一同来到了仙居 准备再找一家单位实施盗窃行为 但中途在路过被害人 蒋龙华夫妇的家门时 发现蒋家是这一带最豪华的 觉得这家人一定是十分有钱的 临时决定对蒋龙华家实施盗窃行为 二人在蒋龙华夫妇家对面的建筑里 等到了凌晨两点钟后 就翻墙来到了蒋龙华夫妇居住的地方 二人在客厅处 未翻到有价值的东西 一无所获后 二人就准备去卧室 二人为了不惊醒他们 就将穿的硬笔鞋子给脱了 又因为刘峰是近视眼 在夜晚的时候失礼不好 为了不被人看到 二人就拿着蒋龙华的衣服 临时做了一个面罩 谁知二人进屋后 就碰到了柜子 蒋龙华意识不清地嘟囔了一句 心里害怕 以为是暴入身份的二人 也不知道他是否醒了过来 就立即动手 将蒋龙华夫妇给残忍地杀害了 二人行凶之后 在这里待了很长的时间 直到小灰醒了过来 二人才拿着前屋离开 而嫌疑人对于怎么穿过三道大门 进入卧室的事情 已经记不清楚了 警方推特 那年的九月份 可能是因为秋老虎 天气异常炎热的原因 蒋龙华夫妇就在当晚没有关门 犯下凶杀案的二人 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 希望能够逃脱法力的制裁 心里也曾懊悔犯下的过错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他们终究逃不脱法网 二人最终被警方 以涉嫌抢劫 故意杀人等罪名 刑事拘留 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第二个案件 中国民间一直有着穷养儿子 抚养女儿的说法 江苏一男子却接连地杀害了 自己的前妻和女儿 当问及原因时 他给出来的理由让人大感意外 2017年 江苏连水巷官局 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死者是30多岁的秦某 和他16岁的女儿 报案人是死者的哥哥 警方走进案发现场时 发现两名死者都被棉被包裹着 打开被子一看全都是血 母亲的尸体呈羊卧状 脖颈 脸部 及脑袋上都是伤口 多达20处 死得非常的惨 女儿的尸体侧卧在阳台上 他们身上都穿着睡衣 警方发现客厅的吊扇上挂着麻绳 桌子上也有一些脚印 整个屋子里除了这些 其他地方就没有动过的痕迹了 不像是杀人劫财 经过核对 这些脚印和死者身边的 嫌疑人的脚印是一致的 警方不由推测 凶手杀人以后情绪崩溃之下 想上吊自杀 但最后放弃了 徐问了死者亲属以后 警方得知 这栋房的之前共住着四个人 死者和女儿在二楼生活睡觉 一楼是前夫和儿子 他们属于是离婚不离家 既然是一家人住在一起 那么前夫陆丰和儿子去哪里了呢 另外 警方还注意到 家里有辆电动车不见了 综合案发现场遗留的线索 警方推断凶手就是死者前夫陆丰 他杀人后带着儿子潜逃了 而电动车是跑不了多远的 他还得利用其他的交通工具 民警通过路面的监控追踪 没多久就在一家店里 找到了丢失的电动车 老板娘说 陆丰以老家出急事等的回去为由 让老板帮忙开车送一下 警方继续追踪 在江苏区往河南某路段的 收费站的监控画面里 找到了老板的车 车的后驾驶座位上 有消失不见的13岁的儿子 他旁边坐的人虽然是看不见 但应该就是陆丰 陆丰出生于1972年 是河南故事县人 从车辆的行进方向看 他确实有可能计划回老家 就在警方全力地寻找陆丰 轨迹时 接到了他的自首电话 他说自己杀了妻子和女儿 现在活不下去了 已经服了农药自杀 只说在河南 具体没说在哪里 警方经过缜密的追查 在他父亲的坟前找到了他 陆丰被发现时 倒在了地上 旁边还有一把剪刀 估计是想喝药以后自杀的 因为药效太快 没有动手的机会 医院经过反复十几次的席位 把他从死亡的边缘 给拉了回来 他作案后回到家里 将儿子托付给了家人以后 就去了父亲的坟前 想要在那里了结自己 陆丰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没有选择改嫁 含辛茹苦地 将他和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抚养成人 16岁的时候 陆丰就出门打工去了 因为家里穷 他迟迟没有结婚 到了2001年 已经29岁的陆丰 在张家口打工的时候 遇到了19岁的秦某 他见秦某时常一个人生活 既没有亲人长辈 也没有什么朋友 开始关心对方的生活 交往中 陆丰发现秦某 不是一个在乎物质的女孩 彻底就敞开了心扉 一来二去的 彼此就有了感情 还同居在了一起 与朋友怀孕后 两人商量地去南京 在这里 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也就是后来 被他亲手杀死的女儿 秦某生子以后 陆丰也第一次 见到了岳父岳母 但双方只是短暂地见面 岳父岳母就离开了 因为他们根本 就不待见这个女婿 当然 换成任何父母 都不太可能赞同 女儿的婚事的 首先 陆丰比女儿大了有10岁 年龄差距有点大 其次 父母都希望 女儿找一个本地人 能够离家近一点 如果往后他们回河南 生活的话 实在是太远了 最后就是 陆丰父亲去世比较早 岳父岳母 对于一个 在不完整家庭里 长大的孩子 是有着天然不好的看法 不过当时 二人已经是生理 煮成熟饭了 再反对也没有办法了 为了照顾着 岳父岳母的心情 陆丰和妻子 选择回到女方的家 向连水线生活 她由此就成了 一个上门女婿 二人的婚姻生活 在前十年 还是比较幸福的 但后来矛盾是越来越多了 亲友反应 主要的原因是 岳母经常会骂陆丰 让她觉得很没有尊严 同时 夫妻感情也受不到 岳父母的祝福 而出现了裂缝 慢慢地 陆丰觉得妻子 对自己的态度 出现了大转变 她怀疑妻子出轨了 有一次 她翻看妻子的手机时 在通话记录中 看到秦某经常 和一个陌生男子通话 她质问妻子 妻子只称是一个 打麻将的朋友 秦某喜欢打麻将 经常会和相熟的异性牌友 出入公共场合 周围时有不好的话语流传 有个邻居曾偷偷地告诉陆丰 自己看到秦某 和一个年轻的男子 共同在外逛街了 陆丰愈发觉得妻子出轨了 今晚是没有证据 但此后她不管在外挣了多少钱 都不会得加厉一分钱 因为担心妻子拿自己的钱 和别的男人勾搭 在这种情况下 秦某经常问母亲 要钱充话费买菜等等 时间久了 岳母就更加埋怨这个女婿 甚至认为女儿偷人都很正常的 陆丰愈和妻子提到过 回老家去生活 他觉得老家没有人知道妻子的事 生活会平静很多 秦某觉得自己年龄大了 不愿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从头开始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之后的日子里 两人的矛盾开始加深 有一回陆丰把秦某打得 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 状况非常的惨 那是陆丰第一次打老婆 事后他很后悔 还砍掉了自己的一根小指 历史不会再打老婆了 然而 他并没有说到做到 此后 家暴的场景是不断上演 秦某受不了想要和他离婚 陆丰不同意 把他又是一顿好打 可是到了后来 陆丰自己又觉得这样没意思 主动要离婚 没想到 刚离婚他就后悔了 这才有了离婚不离家的情况出现 2017年的2月3号 有个朋友家的小孩满月 需要随分子 陆丰手里没有钱 就打电话给正在打麻将的妻子 希望他能够去一下 结果妻子说他手里也没有钱 让他自己想办法 陆丰听罢 觉得丢了脸面 过了没多久 妻子又打电话给他 说女儿那里有150人 要钱的话可以去找女儿拿 陆丰心里的火气就更大了 认为妻子在报复羞辱他 让他抬不起头来 秦某心里也很不舒服 当天晚上他就回了娘家 11点多的时候 陆丰亲自去把他得接了回来 一回家 两人就因为白天前的事情 再次争吵了起来 陆丰当时只觉一股气血涌上脑门 冲到厨房里拿起菜刀 就将前妻砍死了 至于为何要连女儿也要杀 他的答案让伴人员感到非常的吃惊 陆丰觉得妻子水性羊花 生活作风非常的混乱 女儿是由他抚养的 在他的熏陶下 女儿长大也不可能是什么好人 还不如现在就结束这一切 所以当16岁的女儿 去阻拦他凯莎妈妈时 他把屠刀朝向了女儿 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